现在知道李美贤的都不多吧 八十年代中期TVB当红花旦 当年的称号是无限古装皇后 无限第一古装美人 她的美不像现在的锥子脸 整容女星 那个时代 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内地的女演员 都透注前程纯粹的天然美 李美贤是香港TVB 八十年代中 后期的当家花旦和郭富城 陈廷威邓翠文 邵美琪是TVB一员 培训班的同届同学 被称作无限刺美之一 她气质清新 五光标志 扮相以果一金 李美贤1984年参加 无限第两季议员训练班出道 1985年秋开拍的迭青 是她第一部主演的剧集 她还参演了87版的《一天屠龙记》 在剧中仰赵敏 可能年代久远 很多人都没有看过 梁朝伟和李美贤的87版《一天屠龙记》 但由于这个榜式 我第一次看的版本 所以印象最深刻 还记得主题曲是梅艳芳 唱和梁朝伟唱的《一天见何载》 报道出销 期待 期待见开 也正是因为这部电视剧 梁朝伟 剧中张无忌 对李美贤 剧中赵敏 产生了情感 梁朝伟吃脸 她的消息 被各大报刊杂志登上了封面 外形登对的她们 成了让人艳羡的迎评情侣 其实在梁朝伟和李美贤在一起之前 梁朝伟的女朋友是曾华倩 当她们在一起的消息被公布之后 媒体每次提到梁朝伟和李美贤 都要将曾华倩扯上 什么李美贤和曾华倩不同 都屡次被提起 在梁朝伟面前 曾华倩是很听话的小媳妇 李美贤是适宠 而教的大家小姐 李美贤不会像曾华倩那样 为了让男朋友开心 放下一切矜持和自尊 先去讨好男朋友的胃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李美贤都会要求男朋友 满足自己良好的食欲 而且还不能去交外卖 一定要她亲自下厨 以表示她对她全身心的爱意 曾华倩吃醋 会在背后和梁朝伟生气 或者是和她争吵 李美贤吃醋 却吃得不够高明 她常常会弄得梁朝伟下部来台 甚至会引起宣伦大夫 李美贤的自信 未免太过了些 梁朝伟此时似乎已经意识到 相对于李美贤 曾华倩似乎更适合自己一些 之后在因为粉丝的暴动事件 他们分手了 到底都是专业演员 而分手后依然能继续合作 1988年的电视剧 绝代双交 李美贤是眼扁心蓝 先是暗恋梁朝伟的小云儿 后来和吴大龙的花 无缺在一起 不知道当李美贤 申请凝视梁朝伟时 李时比克 心里是什么滋味 李美贤 1996年 当初演艺圈 2000年完全吸引 2005年下嫁 赴生谢星照 担任姊妹团的则有 蔡少芬 陈发荣 邓翠文 罗慧娟等 罗慧娟 是周星驰的初恋女友 2012年6月30日 因癌症去世 年仅46岁 婚后多年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